港股于3月的下跌列口底暴雨阻力,并出现回吐压力。由于市场仍忧虑环球经济前景,料股市走势仍然波动。而美国的数据及企业盈利已开始反映经济情下行压力。 美股走势反复,短期市场将继续关注各地企业盈利表现,投资气氛或转吹审慎。内地的3月份经济数据普遍有所改善,估计目前内地经济活动逐步恢复,次季经济将有望回稳。为支持经济发展,人行随作出定向降准。日前更展开一年期的千亿元人民币中期借贷便利操作。 众标利率下跌0.2厘,预期周一20日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将会继续下调。 料人行将会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,并继续推动利率下降,以降低融资成本,同时刺激资金落入实体经济,以稳定经济发展。除货币政策力度继续加大外,内地亦持续出台政策支持消费。 广东省发改委将推动汽车下乡及家电下乡政策。 对农村居民新购买新能源车或燃油车的资金上作出补贴,并鼓励淘汰国三及以下标准的旧车。 也对农村居民载汽车销售企业以救换新享有财政补贴。 也鼓励汽车销售企业给予增值服务。 另外,鼓励家电生产企业展开家电下乡活动,而农村居民购买空调、洗衣机、冰箱、电脑、手机等八类家电下乡产品将给予补贴。 估计其他省市将会陆续出台扶持政策。 料汽车市场最坏的时间已过。 而预期部分白色家电即将踏入销售旺季。 加上累积的购买力释放。 估计有助推动销情。 另外,国统局公布三月份初步测算一线城市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赶年上升3.3%。 帐幅较2月份回落。 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赶年增加2.4%。 升幅则有所扩大。 至于二、三线城市的新建商品及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亦赶年络得上升。 为升幅较2月份收窄。 虽然受疫情影响。 但内地三月份的楼价案年有所上升。 反映楼市走势仍然稳健。 加上部分内房企业的三月份销售已出现回升。 预期内地楼市的刚性需求强劲。 因此未需过分看淡内房前景。 至于在这里的日子。 与平方向上升。 将公告。 与平方向上升。